中国歌剧发展了五六十年的历程 1945年在延安诞生的白毛女 那应该是新歌剧的诞生 那么到上个世纪末 党的女儿的诞生 这是一个阶段 那么我就在这个阶段 就选择了很多曲目 像白毛女选段 小儿子结婚 刘胡兰 还有江姐 红屋吃微队 这里面的唱段几乎是家喻户晓 而且每一个歌剧里面的人物 牢牢地扎在人的心里 她们都写的是中国女性 像江姐的形象 她属于成熟稳重的 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 那么韩英又是勇敢果断的 那么像刘胡兰 是非常活活和机灵的 这样的人物形象 她是产生在不同的各个时期 我觉得作为这些女性来说 她们都是坚强的 善良的 勇敢的 那么她们影响了我们中国几代人 特别像新世纪到来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地把这些女性的形象 展现在银屏前 也让我们不要忘记她们 当时是抛头颅 洒热血 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经常回忆她 慢慢回忆她的 换来了 这两个脚 就两个脚 不行啊 就是这样啊 对啊 这样好啊 娘的眼泪似水淘 点点洒在 耳的心上 满足的花 不知苏火桥 三种眼泪交情 啊娘 啊 啊 我那儿是老年前 淑酒寒冬破疯 梦花 同把天桑天亮 把走天地 枪斩毛发 把我的爹娘 担到那 湖上 湖上 把天 把雪 枫 枫枫 湘 湖上 生 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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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遺忘我的叶花娘 给孩子参美熟透霜 从此后一条坡船一张网 风里来雨的我日夜心浪在风湖上 我你往江湘了雨船似乎了山 你别滚下马鸣丧 我娘来乞桃花 広那花 自从来了都看了 红木的人明见了太阳 眼前虽然是荷叶 不只为白天亮 娘 生我是娘 教我是大 人当 为个名 康朝是南方 春芒 为了当 大金鲜鲜天长 娘 娘 儿四号 女儿埋在那后盘 江儿的故乡东方 娘 儿长天啊 虎独的老 唱着扎香红太阳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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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四号 儿四号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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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